我是罗军 罗军带你刷热剧 上次和社友看完你的名字后 最近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了 他还给我推荐了一部国产动画 无药小红娘 我看了下简介 讲的是前世相爱的两人 因缘轮回今世重逢再续前缘的故事 我想我大概要换宿舍了 众所周知 从古至今 人和妖都是不能处对象的 加上建国之后不能沉津 人妖恋一脉基本也就断得七七八八了 哦 生存还是繁殖 正是一个问题 其中隐藏了一个中华上下五千年 亘古不变的命题 规矩 正是因为坏了规矩 人妖恋的结局往往只有一种 犀利子散家破人亡你妈炸了 由此看来 狐娘的设定就特别讨巧了 屠山狐妖一族有一颗擎天柱 苦擎树 上一辈子谈恋爱没谈爽的 这一辈子充卡续上还能继续谈 简单概括 屠山狐妖做的就是 哥带拉皮 不是 红娘媒婆 动画至今已经更新了三篇章 分别是千年玉水珠片 王权富贵片 以及月红片 我们先来讲千年玉水珠片 此片作为狐妖的出章 讲述的是跟红雷歌掌的一毛一样的 沙狐王子和君娘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呢 大致可以概括成三点 我老婆说对的 这都是对的 我老婆说错的 这都是错的 我老婆打了我一巴掌 诶老婆 你手怎么这么凉 我给你暖暖 出章引入了大批性格鲜明的角色 比如 阴日易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导致不快乐的穷逼男主白月初 还有 阴日易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导致不快乐的穷逼男主爸爸 白求恩 以及我家苏苏 一个大写的蒙扩 大家快蹲到墙角 你这样来了 诶 这种萌萌的感觉 坚持难以知诀啊 所以说 萌 皆正义 当然 如果没有广大热心的 胡粉的毒弹幕 粗尴尬的后期打脸 后期超好看的 请坚持 哎呦 一周牧师差点推出去 现在三双 我可能 就不会看到 接下去的这一篇 让我魂牵梦绕 几次泪幕 之前说的 都是尽他妈扯淡的 王权富贵篇 他王权富贵 父姓王权 叫富贵 他有大批老婆和女友 全都活在弹幕里 除夭世家 最最天赋一柄大公子 手持王权镜 除魔天地阶 一身盗袍服务 穿了几十年 他五星世神 洛心腹 蛛丝结成 十字绣 支出世间 最美景 更说的一嘴 好情话 就让我 成为你的眼睛吧 他为了让他多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挤入王权家 却伤痕累累 他为了与他冲破人妖相恋的禁断 弑制王权界 却遭万箭穿生 如果我们 能活着出去的话 满水千山 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 他们的爱情 与沙虎王子与君娘有本质区别 沙虎面临的问题是能不能坚持 能不能解除误会 是一个非核心 可调和的矛盾 王权富贵 面临的是这个时代最最不可调和的 规矩 王权富贵在规矩内 小蜘蛛在规矩外 他们的爱情 从来都没有错 错的是这个时代 对于人妖相邻的偏见规矩 对紫辰族业的强求规矩 当王权富贵抱着奄奄一息的小蜘蛛 踏出王权家 千万把象征规矩的利剑 将他伤得千疮百孔 打破规矩 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 王权富贵 射弃王权剑 小蜘蛛献出生命 但是 即便这样 几千年的规矩 几千年的桎 这一次 再也不能分开两人 之后的故事进入了月红篇 月红篇也叫经费燃烧篇 饱满的背景 是你的人物流畅的错火球 男主更帅了 我家苏苏更萌了 连胸头感就更圆润了 这真的不是我的错觉吗 可是谁能告诉我 涂山牙牙的胸 为什么从小就这么大 月红篇的故事 将视角转移到了男女主的前世 他 天赋血统 血迹献剑 人族联盟盟主 他 肉盾输出 暴力狐妖 妖族联盟盟主 男盟主爱上女盟主 但是 女盟主想说 因为被人力绑架 措手杀死 来救他带着 一领银效的小刀使之后 就定下了 他的梦想是 世界和平 男盟主在七七 被找女盟主表白 知道这个梦想后 就定下了 他的梦想是实现 女盟主世界和平的梦想 我爱你 所以我愿意 亲近所有 来实现你的梦想 他们爱得很委婉 很走心 不懂什么叫 爱得委婉 爱得走心 那我来举个反例 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 是一个天生的爱 天生的爱 天生的爱 月红篇讲述了一段 最困难的爱情 因为涂山活泼 心中有情 偏偏这份感情 还不是爱情 是错杀小道士的 愧疚之情 这个时候涂山红乌心中 就算喜欢 也很难容下东方月初 如果东方月初 强行在这个时间段 表白硬撩 我爱你 跟你无关 这不叫爱 叫自私 作者有意在月红篇这个阶段 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关系 东方月初为了红红 离开涂山 扬名立万 全力阻止人妖精的厮杀 这是成熟之爱 我爱你 至于我们最后 有没有在一起 还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狐妖小红娘中 三对转世恋人的故事 总的来说 狐妖小红娘是一部良心制作 渐入家境的国脉 它有着不断优化完美的画面 取风工整的配乐 变态级别的深优 最重要的是 它有着触动人心的故事 有人因爱深恨 有人一见钟情 有人日久深情 就像那棵苦情书 名为苦情 但情 却是最让人动容的动作 如果爱有来生 我们还要在一起 如果爱无来生 那就好好珍惜这辈子 这一次 我要为国脉动画 点个赞 火已经毫ider地 就像这一天 会撑足 不獄 6元 它 hör 让腰